记者王关人台北报道 23岁男子黄任泽原是酒店经纪 他在酒店期间接触毒品 认为好转 所以辞职开始贩毒 他为躲避茶器 以乱枪打鸟的方式发送色情浅讯 但实际上却是以色情文字来掩护贩毒 还将原本在火锅店上班的哥哥与友人吕正星一起拉进贩毒集团 警方不现追查 一局逮到黄任泽 驴与六名毒虫 其中一名陈姓毒虫还是知名马蜀店的老板 警方调查 黄任泽多年前在台北市一家酒店担任经纪 期间他发现有不少药头都到酒店内外贩售各式毒品 他认为当经济工时常有类人 所幸辞职转行贩毒 他为增加人手 先假装到哥哥工作火锅店上班 期间不断对25岁哥哥与20岁友人吕正星游说 这行很好赚 千多事少离家境 顺利拉拢哥哥与吕入行 黄任泽分工精细 由他负责向上游进货 在以乱枪打鸟的方式随机发送色情简讯 但简讯内容却挂羊头卖狗肉 带有人上钩在顺势推销毒品 哥哥与吕负责分装毒品与面交 还故意选在台北市京华城附近交易 想以逛街人潮躲避警方查气 警方获报追查 昨天晚上兵分多路逮人 先在黄任泽巴德路租屋处逮到他与吕 在巡线逮到曾与他们买毒的6名毒贩 并查扣4公克 K他命与饭毒所用的行动电话 警方说 其中一名向黄任泽买毒的28岁陈性毒贩 袁景认为他十分眼熟 追问后才发现他原来在辽宁街经营麻薯滩 还曾被美食节目采访 称辩称因为工作压力大才吸毒输压 警方除江黄旅等8人 医毒品罪行送贩外 也将扩大追查毒品来源与去向 烧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 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